我可以跟他講話嗎 你看吧 你看吧 飛到 你看吧 你看 我這根本說有 看來銅鵝要幫他做些什麼 從鋼彩方向來看 他應該要飛到西鵝對上去 是不是 如果待會回到石屋之前有空的話 先去找他 我就跟你們說 會有 你們不信 這個在這裡 過橋這邊 上面 啊 好 就跟你們說有 你們不相信 根據我對 業大的了解 那肯定是有藏的 但是他在哪裡啊 我就問了 因為他不會有標 他不會標到上面 只能聽兩叫聲 嗨 你在哪裡 龍兒 我聽到你的聲音了哦 你在啾啾叫哦 是吧 是他的聲音吧 還是說這邊有好幾隻鳥 我不能往上看 在哪裡啊 傳BOSS哦 哎 在這附近 在哪裡啊 這邊跳 哎 不行這邊跳不上去 誰遇到鞋子 又有鞋子 還是我要做完事情 回去找義父才能出發 可是我剛的確有聽到他聲音啊 這裡的時候 哎又沒有了 哦在這裡在這裡 找漫天 呃 要給我什麼武器 是要幫你找地下的蟲子 啊 鞋子 不是哦 在這邊哦 都贏哦 哎呦 說不定直接一個 哦 神兵哦 吃個開心就好 啊 就敬業30 啊 沒了 還是之後給我什麼東西 就這樣 嗯 啊 就這樣 沒了 你在跟我開玩笑哦 找那麼久才發現 你跟我說 好 就這樣 好 之後再看看會不會有多東西 我找到了 記得你吃飽後習慣到枝頭上殺太陽 莫非又在哪裡找蟲子呢嗎 還有 哈哈 好恐怖哦 你看如果我直接走掉就沒有了 對面的岩壁高處去 好 好 走 岩壁高處 頭頭頭 還要給我東西啦 給我加酒武器 go go 好 我剛剛發現這邊很可疑的地方 我那時候跳上去是沒東西的 然後在銅鵝 幫他裝完蟲蟹之後呢 他跟我說 哦 平常的高處 對面 他飛到跪面去 然後呢 他在同一 在同一個地方 的高處 你是不是在耍我啊 啊 我這邊邊 跑了好幾個 沒有好幾個鐘頭 好像聲音不一樣 啊 這哪裡 我跳不上去了哦 對對對 噢 雪 你 你跟我們就在同一個地方 你跟我們 你飛到 哦 好 找到了 好 這是 剛才主角到這個地方 觸發 主線劇情的 支線點之後 主角有說 這個地方好像有一些 東西 然後他 主角覺得是多慮了 好 這第二次的 銅鵝 剛剛那個 成我加酒武器吧 銅鵝 你是特地引我到這裡來的嗎 這可是岩石地 那這裏面藏著蟲子 我也沒有辦法幫你挖出來啊 莫非是其他東西 好吧 那我就在這邊附近找找看 你看吧 主角說多慮了 爬上去沒有東西 就是同一個 帶我 帶我來 領東西的 肯定是會有影響 是不是什麼 加酒武器 碎石 這手可以升級岩鳳梨 好像什麼東西 比兩塊綠色半透明的小石頭 應該就是所謂的玉石 還有一塊比手上大一些 頗為沉重的石塊 你帶我來 這是會找出這些東西嗎 玉石算是有價值的 玉石是剛剛路邊上面 都撿到了玉石 想不出這無倫谷裡面 有些什麼用途 不過我辛苦找到的 我就好好收著 最強武器了啦 邪皇霸劍 所以這次我之前幫他找蟲子的回報 沒想到他還會有振奮心思 紅蛾 謝謝你 我以為你往對面飛去 結果你還在同一個地方嘛 然後勒 蛤 哦 沉重了石塊 Name me CC Name me CC 外表看來並無特別之處 但異常的沉重 哎呀 沉重了石塊 好沉重啊 真是沉重啊 找了 找了 這麼久 我終於找到你了 到底是碎石 還是 還是 嗯 OK 就跟你們說要好好注意嗎 夜大 就是會藏一些東西齁 哦 重要的石頭 七色櫻落 哦 七色櫻落 哦 七色櫻落 的那個合成物品 我猜得啦 又是七色櫻落 七色櫻落 你一下吧 好 不知道 李箴差不多